大家好,我是水莹 今天我们来讲讲美国著名的泡泡男孩的故事 泡泡看似脆弱的一戳即破 但有人却把他当作了庇护所 他们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泡泡里进行 寸步不离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的一个小男孩 就因为一生都活在泡泡里而闻名 不过倒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全名是 大卫菲利普·贝特尔 毕竟大家都叫他泡泡男孩 他必须保持与外界隔离 在泡泡中享用独特的那一份空气 其实他真正害怕的不是空气 而是遍布空气中的物件上的病毒和细菌 几乎任何一种致病菌都可以畅通无阻地突破他的身体防御机制 然后夺取他脆弱的生命 所以他也只能待在这个完全无菌无毒的庇护塑料泡里 一刻也不能离开 但即使这样小心翼翼地活着 他的人生旅途还是只走了十二年 而他的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治疗和死亡本身 却给了现代医学一个强劲的推动力 1971年9月21日 戴维在美国休斯顿的一间儿童医院里出生了 但是刚从母亲的胎盘里呱呱落地 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立马就被送进了一个无菌的泡泡里 他的父母和姐姐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通知 谁料到David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他被诊断患有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症 简称SCID 这是一种先天性遗传病 特征是X染色体上存在缺陷 所以只有男孩可能患病 而女孩只能是携带者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三道防线中 淋巴细胞是最后一道防线中最强劲的杀手锏 T细胞和B细胞互相配合着 把病毒细菌等入侵者一网打尽 而SCID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中 这两种细胞存在缺陷 所以这把杀手锏在基因的影响下失灵了 David曾经有一个哥哥也患这种病 他在七个月大的时候腰折了 这个阴影始终在他们心中萦绕 这也说明了David父母携带有SCID致病基因 后代男孩都可能患病 当怀上David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风险依旧存在 但天主教的宗教信仰 不允许他们堕胎 在这个家庭中 男孩有50%的患病率 所以在David出生时 他的家人心里除了祈祷生产顺利之外 更害怕再次上演同样的悲剧 然而事情没有如他们所愿 David还是不幸患病了 David一家人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下来 狠狠砸在脚面上 但这时医生的一个建议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 可以尝试用David姐姐凯瑟琳的造血干细胞 给David做骨髓移植手术 这样一来 David体内也许可以借助姐姐的造血干细胞 重新分化出正常的免疫细胞 然而 才看到曙光 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凯瑟琳和David的配型并不成功 于是 David只能继续生活在泡泡里 等待着发现一种可靠的治疗方法 可以让她逃离泡泡 泡泡给David提供了无菌的洁净空间 在这里 她度过了相对安全 但十分孤独的日子 为了防止David无聊 她的父母给她准备了许多玩具和零食 但这些物品要拿进泡泡 可得经过重重关卡 David收到的物品 必须在装有充满还阳已完的气体室内 在60度的高温下放置4个小时 彻底杀灭细菌 然后进行充气 去除有毒的还阳已完 视物件的大小而定 充气时间持续1到7天 经过一系列繁琐而漫长的步骤后 物品才可以通过气阀送进泡泡里 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泡泡生活 吸引了媒体前去造访 David的悲惨事迹被报道出来 他也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 NASA在得知 David的遭遇后 为他设计制作了一种可以透过橡胶手套 伸进泡泡的新局所 有媒体为他拍摄了成长纪录片 向大众展示了他日常的生活动态 人们既心疼David一出生就要与疾病顽强对抗 又从中生出敬佩 在广泛的关注下 SCID逐渐被人们所知道 也促进了医学界对疾病治愈的研究 但David却活成了现实版的出门的世界 他的生活几乎完全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下 人们大多对他施以同情与美好的祝愿 但也不乏怪异的眼光 尽管家人尽量避免David受到媒体报道内容的影响 但有一天David还是无意中 在前一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他兴奋地对妈妈说 妈妈 我是明星了 明星可以不用收拾泡泡屋吗 这时妈妈只好大趣地回答 对 你昨天的确是明星 但今天的报纸上已经没有你的照片了 所以你今天还是要成立 其实对于David来说 在四岁前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他在泡泡里的生活过得好好的 定时有人来送好吃的 好玩的 父母和护士有时通过泡泡壁上的手套 伸进来与他嬉戏拥抱 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但随着逐渐长大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原来自己脆弱地不能离开这个泡泡 甚至不能得到母亲的一个亲吻 医疗手段难以突破 但生活环境却总归是有办法改进的 三岁时David就可以离开医院 回到家里一个专门为他打造的无菌房间 这是他第一次完成一趟短途旅程 从医院到家里 我们刚才说了 六岁的时候 NASA为他制作了一套特殊的宇航服 换上宇航服的David 甚至可以到室外与姐姐玩水枪 但是这套宇航服 在他穿过第七次之后就失去了兴趣 因为这套衣服 要通过一根两点五米长的导管连接到泡泡上 而且穿着的步骤极其复杂 David每次要穿宇航服都要通过一条无菌的轨道 完成泡泡与衣服之间的转衣 还需要专业人员帮忙完成繁琐的出舱连接和穿衣步骤 即使无菌环境的不断改进让David行动更加自由 但他始终不能摆脱这个该死的泡泡 有时候他呆坐在自己的庇护所里 脸上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忧愁 David就这样生活了十二年 对于被治愈的希望逐渐被磨灭 直到他十二岁生日过后的一个月 医生忽然告知这个不幸的家庭一个好消息 他们研发出了一种不需要配型匹配 也可以进行的骨髓移植手术 这个消息无意让全家人 甚至对David密切关注的全国人民都为之振奋 于是他们继续提取凯瑟琳的造血干细胞 给David进行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David体内没有出现任何排异现象 这是对于泡泡男孩治疗的第一次成功 而David也终于准备开始体验迟到了十二年的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医学技术把David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但未曾料到的意外却直接把他推进了鬼门关 完成骨髓移植四个月后 David患上了淋巴癌 不久后他就去世了 成功就在眼前 却在最后一步功亏一篑 一条致命的漏网之鱼 也被转移到了David体内 原来凯瑟琳的血液中 含有一种在休眠状态 而且并未被发现的病毒 这种病毒叫做爱博斯坦巴尔病毒 这种病毒在David体内重新活跃 破坏了David即将修复好的免疫系统 夺走了他的生命 David的生命终究没能被挽救 但他来世上一遭 却点亮了SCID治疗的曙光 因为这种治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成功的移植骨髓 而David的事迹也广为流传 让人们了解到了泡泡男孩 严峻的生存形式 当时美国每年有40至80个泡泡婴儿出生 他们一出生就饱受折磨 几乎没有人能够活到两岁 David的生命在研究中得以延续 他也活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品 他把维系生命的希望寄予医学发展 而这个疾病的功课也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从那时候起 人们开始推动和关注SCID疾病治疗的进展 改进后的骨髓移植技术具有很高的成活率 如今 患儿在出生三个月内通过骨髓移植治疗 通常能有75%至90%的几率可以被治愈 甚至在孕期中检测出胎儿患有SCID 也可以在母亲的子宫内实现修复 目前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把SCID的检测 纳入常规筛查 David的死亡也具有空前的意义 他第一次证明了病毒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 为了应对出现类似David移植得到休眠病毒的情况 有人提出了用基因疗法治疗SCID 用一种无毒的病毒作为载体 把一段健康的基因注入体内 这段基因就承担起了缺陷基因的工作 1990年 一位四岁的患者成为第一位成功接受基因治疗的患者 泡泡男孩David的12年生命 短暂的让人心疼 但他给人类留下了极其有意义的医疗遗产 生而患病 在居住中成长 过度被关注 验证治疗新技术 David未曾体验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但他却用生命给人类医学留下了宝贵的启发 正如他的墓志名上写道 他从未触摸过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被他触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是水鹰 我们下期见 第一次期见 4米 2 6米 6米 uki 3米 4米 6米 6米 7米